说起娱乐圈,要说帅的一抓一大把,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李一峰,范冰冰之类的一线大明星,不仅皮肤白,长得帅,关键还混得好,现在的娱乐圈充实着小鲜肉的气息,颜值高的,后台硬的自然不是少数,有靠精湛演技走红娱乐圈的, 自然也有靠脸吃饭的,不过说到丑,大家可真的是不好评叛,被星爷一手捧红的明星,一个个都丑得不行,但是却却家喻户晓,是很多人成长的技艺,黄博长得也不帅,但是依旧凭借出色的演技走红娱乐圈,成为五十亿影帝,王宝强以憨厚老实的形象,雏形于观众的视野,还有一个人不得不说也是两个极端,丑的极端,红的也极端,那就是最丑影帝,巨星帽,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,让著名导演郭静宇都趁其为帝哥,不过这并非影帝之一,而是影帝他哥的意思,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巨星帽,却已有二十三年的从业经历, 1990年,年仅九岁的巨星帽被导演李绍红选中,并出演银幕处女作《血色清晨》,他从此开始自己的演艺事业,之后两年参与和平直演的炮打双灯,此片获得第十四届美国夏威夷国际儿童节最佳影片奖,正所谓人不可冒想,海水不可斗梁,巨星帽就是这样的例子,当了26的配角, 好了26年的龙套之后,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,从一个配角逆变了一个道理,2014年巨星帽与郭世明联合直演的悬疑剧《灵魂百度》,首映便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,同年,凭借抗日剧《打狗棍》被提名第二十届白玉兰奖,最佳导演奖,巨星帽,一个听起来都让人觉得陌生的名字,但说到铁梨花当中的骰子,大家一定不会陌生, 一度成为大家心中豪侠仗义的代名词,身高只有一米六的他,在从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,都是扮演配角的角色,做一行爱一行,并没有为此放弃自己的演艺之路,或许是因为自己长得丑,身材娇小的远古,导演给他安排的角色都是丑觉,配角,在行动犯罪剧《我是英雄》,钟诗演的就是一个简破烂的小孩赖子角色,在传奇剧中勇敢的心, 是演一个讲情众义,聪明伶俐的叫花子小六,这些角色虽然小,但是这些小角色也正符合观众的口味,没有这些小角色衬底,大片也无从谈起,从业即实在,巨星帽早已身家上亿,但却依旧为人低调,如今的巨星帽早已成家,并且妻子还是一位实实在在在的大美女,两人的婚姻也是人们饭后讨论的余姿,巨西,巨星帽与妻子月丽娜 是在拍摄《铁梨花》的时候认识,两人相见相识,相亲相爱,走进婚姻的殿堂,在演艺圈当中摸爬滚打,二十多年,巨星帽从一个小丑逆变成为一个导演,从业那么长时间没有出过一件绯闻,凭借自己的实力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置。